謝謝Irene、Thomas跟JJ 我們介紹這個 今天地主這邊有很大的憂詞 那我們就直接進到我們下一個題目 下一個題目就是由這個Hank 柏 你是阿貝啦 沒有那麼好 今天都是柏樂隊的人 所以我都會習慣不好 那Hank要幫我們帶來一些關於AWS的東西 那... 我想通常Hank的演講 他比較寡言 所以他會講比較少東西 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就直接問他 通常他的演講是大概講十分鐘 Q&A兩小時 這樣 所以說只要有關於AWS的東西 來來我這邊找一下那個 Hank 柏的書在哪裡 欸這什麼名字 真的嗎 這有囉 AWS 實戰聖經 來來來來來 欸我按過這個 這是他寫的書 這樣 通常常務一下 對啊 都被買光了 這樣 等一下可以到他洗客 這樣 那我想這一本書應該是 那個 反體中文界 第一本 關於這個 Alnone Web Service 的這個書 所以 可見了這個 漢克柏在這個方面 是非常的熟悉 那如果有問題 就盡量問他 把他問檔 好 好 我掛保證你一定都可以拿到草的答案這樣 好 那我就把時間交給漢克柏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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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件事 我的 Chair那一遍 我沒有忘記了 哈哈哈 沒有忘記了 哈哈哈 沒有忘記了 沒用過的 那隻的 好炫 是韓屏幕啦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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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或者是那個 用酒的時候會這樣 壞習慣 滑一下滑一下 你在滑什麼 好啦 大概介紹一下 我叫漢克林 然後 那我的 我的domain 我的話 然後 就像 Chairman殿講的 我是比較寡言 然後 不知道一個字也寫的很少 然後 99才一篇 沒有啦 最近就是會 會比較 勤更新 就是 我會 因為出版社裡 在跟我 討論 就是說 之後的那個 下一本書的 大概走向 所以我會 我會 會改走 像就是說 先把最新的文章 在 報告上發表 然後 之後再把 再 再把他 用書的形式 把它發表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 接下來的 接下來的可能的 那個 動態 這樣子 OK 好 那今天主題 其實就是 那個 AWS的 update而已 從去年 大概我 完稿 到現在 已經六個月了 其實那種改進 非常非常多 大概一個月 大概就可以 改進兩個小公文 然後 兩個月 就推一個大公文 它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 所以 以一個Google 或者是 Microsoft 今天對我開始 要講話小說 就是 Feature 都會比Google 或Microsoft 都非常多 所以 因為 因為我 我不是AWS的人 所以我講這個 也沒什麼關係 你攻擊我 沒什麼 沒有啦 我自己的 使用的感覺 是這樣的 那大概就是 update一下 因為 書 半年的話 其實一般的 技術的東西 半年可能還好 可是Amazon 不是這樣 大概半年 功能已經多到 我太想看了 大概就強迫自己看一下 好好好 也根據了什麼 看一下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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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它也是 也是我玩稿的時候 才正式推出 它是一個BNS Service 那 剛開始的時候 也是很陽春 其實 Amazon Web Service 大概都是這樣 就是說一開始 都是很陽春 其實EC2一開始的時候 也是非常非常的陽春 對不起 打個岔一下 就是說我今天講的 都是比較直接 就是我不太講那些 就是說什麼是 什麼是Car Computing 什麼是EC2 我就不講這些 我就直接 講重點 OK 所以如果可能 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對不起一下 OK 好 好 好 其實 那 這個功能 其實填補了一塊 以前 我一直覺得很 很討厭的地方 其實就是 其實比如說你開10台 虛擬機器 一起做Ensense 然後 譬如說如果是放 用在前端網頁用的 可能 就要去改 你的Domage Domage 然後把它加進去 加到比如說 SUNKW HK0.COM 對 然後加上 這樣子才可以連得到 之類 那 當然其他的一些 DNS Service 也有API 那當然 如果你用Amazon 當然就直接用它 可能 可能在整個比較方便 當然 以Amazon的 它的 策略來講 都是希望 你在 你可以單獨用一個服務 可是在 A服務跟B服務之間 其實它都有很強的這個 這個 互相可以增強的功能 譬如說 EG2 跟S3 譬如說 S3跟 SNS之類的 太多太多 所以當然你可以 單純用一個服務 譬如說我只用S3 其他服務 也是客服務 可是 我覺得那種強的地方 就在這裡 它可以互相增強 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很 很 讓你很容易可以組出 一個很好用的 application OK 好 那 所以 經過這幾個月 六個到五三 又增加了 現在就新工了 譬如說 譬如說 它可以直接讓你用 Domain 譬如說 我不要用三個w hankerbin.com 我就用hankerbin.com 就好 這樣是可以的 那你之前就行 那而且 你可以把它 map到一個 那個elv 的low balance 上面 那這樣子是比較方便 就是說 之前是 elv 是另外一個 動態產生的一個 Domain 譬如說 譬如說很 abce的三大 然後弄很 八道的Domain 那之後你會把 現在你可以在 25上面 直接把這個 直接把那個 Domain 指過去 某一個 那個 那個low balance的上面 OK 然後我之前 其實 現在Service 都很喜歡這個 Beta 永久Beta 那 Amazon 現在比較不玩這一套 就是說 盡量就是 可以這個 general available 就直接把Beta 拿掉 那 253也是這樣 就現在是正式版 然後所以有SLA 那 它的 就是 Amazon都是這樣 就是說 它不賠錢嘛 它就是 給你困緊這樣 譬如說 譬如說 如果 Service 離線 譬如說 5到 30分鐘 它就 送你一天 這樣之類的 那像 像 到53就是這樣 它也是 也是用類似這種方式 所以 我記得 當然 就是說 以 如果以 離線 譬如說 10分鐘以上 可能就會 對 沒辦法理送 這個就是 如果 要 必須要 能夠 能夠 能夠應付這一點 那其實 其實有很多做法可以做 所以 這個 今天就先講 如果 這個 講來 這個 口渴 好 再來 就是 這個 還蠻重要 就是 wait to run-robin DNS 如果是 用所謂的 窮人的 LB 第一步就是用 run-robin DNS 那當然這個是 一般DNS 服務 都會有的設定 那之前沒有 現在把它加上去 那就可以 把你的 這個名字 不是 那個 都使用這個 run-robin 那當然可以 但是這個做法 有很多缺點 其實我在書裡面 都有稍微講過 很可愛 這是老台子的這樣 好 再來看另外一個 ELP 其實剛剛有稍微提到 那ELP之前 我也是覺得 它不是很好用 然後它是 其實它都很 很陽春就對了 那 我有提到 就是說 你如果是 把你的服務 開在兩個 bending裡面 你可能還會需要 ELP 如果所有的instance 全部都在同一個 bending裡面 的話你大概都不需要 用ELP的 所以 那時候 我現在還是覺得 ELP不是那麼好用 當然 如果是 要多個 所謂data center 就是 還是要用ELP 比較方便 好 那現在最 當然最熱門的 IPv6 支援IPv6 那IPv4已經 全部發完 本來是預計說 好像是 今年年底 還是明年年初 才會發完 只是IP 消耗的速度 當然是超過 眾人的期待 當然就是IPv6 那以後呢 大家就要 好 現在開始看比較習慣 以後大家就要寫這種IP OK 現在先看一下 習慣一下 OK 好 之前 很容易記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OK 只好要寫這種IP OK 好 那再來就是 剛剛講的 它跟ROV53的合作 OK 你可以把一個 旁邊指到一個 ELP的Lowband 上面 那當然旁邊可以用 P OK 好 那再來就是 跟那個 EC2 Security Group 合作 之前它的 它是不能用 之前EC2的 那個 Security Group 它的來源不能 就是 你如果設EC2 Security Group 它來源 不知道它不知道 它要有一個 Lowband 這個東西 所以你只能 來源 只能是另外一個 Security Group 或者是 那個 只是這樣子 很不方便 所以 現在它把這個 東西加進來的話 就變成說 你的那個 在那個 在某一個 在某一個 配件洞裡面的 E2E3 它可以 只能接受 譬如說某一個 Lowband進來的 所以這個 會在 在安全性上面 會比較有幫助 會蠻有用的 OK 好 那這個Cowlwatch Cowlwatch可以稍微 再多講一下 這個東西 之前我也是覺得 就是說 它比較 就是說 用免費 因為它這個是 因為Cowlwatch Apple的Cowlwatch 其實是免費的 那你如果要 一分鐘的 resolution的 時間 的資料 才需要付費 那其他的資料 都是免費的 其實免費 免費給你 那個讀取 那另外還有一個 問題就是說 它還有另外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資料 只留兩個星期 所以你如果要 保留下來的話 你都要另外把它抓起來 自己另外收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沒有 Application的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 MySQL database 現在 這個時間 這一段時間內 有幾個query 沒有辦法做到 因為 這個東西是 Amazon家做的 它並不知道 機械要裝什麼 Application是什麼 它並不知道 OK 那這是之前 Cowlwatch的 那個限制 那現在 它加了一個東西 叫Custom Matrix 它加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就覺得非常好用 為什麼 如果各位有用過那個 Ganglia的話 它 就跟Ganglia 就變得會非常像 就是說 而且 用Ganglia好用 因為你不用裝一個 那個Monitor 的Agent在上面 你不用裝Ganglia 那Ganglia就是說 你裝了之後 你就下一個指令 然後 我把一個Metage 取個名字 然後當然最重要的 它的數值是多少 然後這個指令 一下下去之後 它就幫你把這個 數值存起來 存到那個Ganglia 存到之後 你之後就可以拿來畫圖 拿來分析 或者拿來做 這樣 那這個東西就跟那個 Ganglia就很像啊 你可以自己取名 像我這個取名叫做 這個 Heater Application 這樣 然後 譬如說我 像我剛剛講的 我要知道 這段時間 那個 MySQL Query有多少 那這個資料來源當然是 譬如說我下 MySQL Admin 的 那個 就可以知道說 上一次 跟這一次 那個 Query的數目 差多少 就知道說 這段時間 那個 有多少 有MySQL的 Query 或者是類 或者是說 最 最重要的 四個 四個 Query 都可以 都可以做出來 那 那 還有一個 像這個 再來是這個 Dimension Dimension就是 Query的那個 條件 譬如說我可以寫一個 Hoster叫 這個 HostName 當然這個 Key跟Value可以很多 我可以逗你的分割 這樣 之後在 Query的時候 就變得很方便 那最重要的就是 Value剛剛講的 我可以 我可以從我這個 譬如說我是要知道 Masko的Query數目 我就是用 Masko的 Query數目 然後把它藏出來 然後把它塞進去 那這個 這個東西怎麼做呢 就是說我 實際上 我一定是用你的狂叫 然後 比如說一分鐘 就run一次 就把這個數值 送下去 送下去之後 它就會送到Amazon裡面 把你存起來 存起來之後 不過還是我剛剛講的限制 就是說它只存兩個星期 所以你要讀的話 你一定要另外把它讀出來 定期把它讀出來 然後存到自己的資料庫 或者是存 所以你可以 OK 那這是 唯一的限制 不過當然就是像剛剛講的 你不用再運動別的東西 你就 在 你就在每一台 放 你要 你要 monitor什麼 譬如說 這個 application split你的資料 那我就可以 就可以把這個資料 很簡單的 送到 送到Amazon 搖帽子 集中的地方保存起來 那 這樣子 當然降低很多 那個 管理跟安裝F 那 之後 其實 以我經驗來講 就是說 這個東西還可以 就是 會省 會省一些功夫 所以 所以我 如果 它也加了這個功夫之後 我就會變得比較想用它 OK 這講起來快 一下就口渴了 好 然後 越講 我講話都會越講得快 好 講慢一點 好 那一樣 它這個也是開始 所謂general ability 欸 OK 跳得起 不好意思 這個是高頻 後面兩點 後面兩點是高頻 好 所以最重要就是這個 加了這個custom matrix OK 好 那我先全部勾出一次 等一下 有什麼 那個問題我們再一起討論 OK 再來就是這個 RDS 這個是最重要我覺得 就是說 呃 以前都管理一個 Revential database的話 現在 可以不用管理 就是說你可以開一個 像就像Service一樣 開在任何方面 那這個東西是Oracle database 那其他 像Google現在也在做 那其實可能是那種 起頭的比較快 OK 然後 那它的特點當然就是說 其實Amazon很多其他服務都是這樣 就是說你可以 如果你有自己的license 你可以用上去 譬如說我已經買了Oacle database的license 那就可以用上去 那就可以用上去 或者是你沒有license 那就是等於像租用的 租用的感覺 就是說 你開的 instance 會 價錢會比一般的 instance 貴一點 那貴的錢就可以把它想像 成是租用的價錢 OK 現在都是這樣 然後Compute都是 都是那個租用的概念 OK 那當然它可以scale up 或scale down 就是說我可以開很大的機器 或很小的機器 而且是可以就是說 大概 就是說 一下子就可以 就可以scale up 這樣子 OK 然後再來 它的付費方式 可以按demand 或者serve 這個是 都是跟以前那個RDS 買seecode的時候一樣 OK 這個 那個iam的話 可以給大家 沒有 沒有內容 其實它是 這個做蠻久的 就是說 這個的目的是 希望就是說 在一個 在一個amazon的account之內 可以開 多個小的account 然後 可以授權 這些多個小的account 存取不同的服務 或者是有不同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 很危險這樣子 那 這個東西 就要跟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那個 那個 它的 Amazon的那個policy language 合作 才能夠 才能夠達到效用 因為你必須要授權 比如說 A帳號可以幹嘛 可以出去什麼服務 然後 B帳號可以出去什麼服務 那以前 之前的話 就是說 Amazon 它就是一個帳號 就是 一 可以同天下 這樣子 所以 只要有那個 Amazon的登入帳號 密碼 就是說 所有的那個服務 所有的 那個資料 都可以存取 那現在如果用這個的話 就可以用一個帳號 可以 管理很多帳號的目的 那 大概 其他的服務 大概都漸漸會 接收 就是說 AIM 的做法 所以 這個東西漸漸會 漸漸會推廣到 AWS 各個服務上面 OK 好 那 Calform的話 它就現在 多增加一個 就Live Streaming 之前是 之前是 Streaming 但是不是Live的 那現在可以有Live Streaming 只要有那個 有那個 DataSource 提供那個 提供給那個 Adobe的那個 Streaming Server 的話 就可以做Live Streaming OK 好 那 這個Map Reduce Map Reduce 它的 現在就可以做了 所有的region 之前只有三個region 現在就加了新加坡土圓 然後 它也都是學 Stream 它可以保護你 不小心把它關掉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它現在 現在你可以Map的一個 EIP到一個 EIP 到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像剛剛提的 它也把 IAR 套上去 就是說你可以 授權 下面一個小贊物 可以用這個 Map Reduce 的Caster 這樣子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那我用的功能就是 Tagging的功能 那這個是 那種自動管理Tag 就是說 如果是 如果是 EMR的那個 EC2 instance 的話 它自動幫你Tag 所以你在 所以你用 CarMindLine 或者是 那個 GUI 查詢 EC2 instance 之後就會很方便幫你分裂出來 好 那這是一個小功能 是一小步 就是人類的一大步 還沒有 這個 如果你是用Java的SDK的話 其實 它有推一個 Carsign Equipment 之前 其實大部分的這個 企業 或者是個人 想要把資料存在雲端 最大的 顧慮 都還是 資料的機密性 就是說我不想給你看到 我 資料不想要擺在別人家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 在CarMindLine加密之後 才 傳到S3上面 那拿下來之後 也是S3 不是 CarMindLine 就是所謂的 Java的SDK 自動幫你解密 那當然 它的A盒就在於說 你要怎麼樣關你的 Keter 那這是 額外增加的 這個負擔 那你如果 有一套 好的 良好的管理 Keter的機制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 放心的 用S3 處理你的 機密性資料 OK 好 那EC2的那個 功能增強又更多 所以我把它總結在這裡 那 EC2有所謂 Cluster instance 就是 它的Community Power 是比較高的 那現在可以用 Squad Crisis 就是說 可以用競標的方式 競標這個 EC2的價格 所以你可以用很低的價格 開這個 所謂的 Cluster instance 那Cluster instance 其實 Combunity Power 還蠻不錯的 OK 好 那現在 EC2在做一個 所謂Dedicate instance 等於是第四種 激類模式 現在EC2已經有三種 激類模式 這是第四種 可是還在做 這個東西 顧名思義 就是說 我會希望我的incense 跟別人共有 所以 這個 你開一台 EC2 instance 這一個機會 不會有別人的incense 連 這個 這個 等於說 連BG都切開 就是說 網路風包在 那個 Routing的層級 就切開了 所以 等於也有實體安全 然後 而且你的incense 不會跟別人共有 不過 當然很好 不過當然就是要付錢 OK 那現在 之前的想法就是說 他們也不希望搞不太複雜 Amazon也不希望把 價錢金額太複雜 目前好像就是說 一個incense 就是大概 這多十塊美金這樣 當然是很貴啦 可是當然這就是代價 就是說 你要獨享 當然是要付出一點代價 OK 那這是現在在做 還沒做 那再來就是 他現在支援 Windows Server 208 OK 然後現在可以 import自己的VM Amazon當然希望把 你所有的VM家族 收到我了 我就沒買 OK 那現在也有 Racket Apple X OK 之前也有 Susage 然後這個 Beatstock 可以開TownCatch OK 好 剛好八點 好像沒時間 OK OK 這最後一個 還要二十三套 好好好 我以為到八點 我講的超快 OK 好 那有什麼 有什麼感想 有什麼問題 還是說都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沒有我就下台囉 好休息嗎 有空的話可以 那個 就是稍微檢查一下 那個亞馬遜的這些 很特別是 就是 說 一點點切的運算 OK 你想聽什麼 你想聽什麼 我想聽什麼 比如說運算 還是說儲存 還是說 牙刀麵 你對 你對AWS的 產品都不熟悉嗎 哦 儲存 那老師跳到這一張好了 這個 好 這個 所以 你可以上網 嚇一跳 啊 不好意思 他也會很美 不是你剛買一台嗎 什麼我買 不要 啊 買這本書 沒有 來 自己打 好 好 其實 Amazon AWS 有非常多圖存服務 S3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圖 圖圖圖 好沒有 它有一些很漂亮的圖圖 好 好 你把資料放在雲端上面 可以說是 就是用遠端的機器 或者講網路上面 可以說是 實現 好 computing的第一步 那 這個 S3它是從2006年 大概6月就開始 非常 到現在它的資料 已經非常非常多 各大公司幾乎都有在用S3 所以 沒有它當着漂亮的圖圖 好像有記號改得快 好 好 是 啊 我知道了 前面有很多公司 我寄了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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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盒 我寄了一盒 我寄了一盒 那一盒 也不信我 那盒子 我先喝了一盒 - 用麥克風,不用了嗎? - 把他幫你給人幫忙 - 把他幫你給人幫忙 - 反正就用麥克風,是嗎? - 跟麥克風沒有關係吧? - 反正就用麥克風,是在平坡 - 不知道,我會去反省 - 你看,之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廣告 - 我用什麼GDRs把資料全部叫出來 - 現在不用,現在是雲端運轉 - 把資料都存在電腦,網路上面 - 因為這個Style有我的操作 - 是操作,所以稍微可以看一下 - 如果沒什麼概念的話 - 好 - 好 - 你把資料放在雲端上面之後 - 邪惡的,或者是講 - 有為的這個 - 這個 Service Provider - 就可以利用你的資料做很多事情 - 譬如說他可以幫你預算 - 他可以幫你分析 - 可以幫你建議 - 其實Google大概就是這樣子 - 譬如說他們都要按你的資料 - 拿你的資料來做 - 譬如說Gmail - 他就可以在旁邊做很多廣告 - 對不對 - 那大概你很不爽 - 你的信都被他看光光 - 對 - 好 - 那你想要不被看光光 - 就是你先把它Equip - OK - 好 - 這邊有一個很神奇的魔術師的帽 - 就有三個S - SSS - 這樣 - 所以我知道SGmail - 它是Simple Storage Service - 三個S - 它就是存檔案用的 - 那它一個檔案可以到5TB - 所以存一個ProRate Disk - 也沒問題 - 看看 - 那這個以前 - 以前沒有這個圖形介面 - 都是社發主做的 - 現在Mtom自己有官方的這個 Management Console - 那我們 - 就可以很簡單把一個圖 - 譬如說我叫7513JPG把它傳上去 - 好 - 然後每個S3的Object都有一個Unique的URL - 這樣子 - 我可以在Browser上面很簡單的打這個URL - 然後就可以讀出來 - 可是 - 大家可以看到 - 它預設是只有 - 只有 - 只有上傳的人可以看 - 所以 - 我把它改成 - 譬如說 - 有標的地方 - 我把它改成 - Everyone 可以讀 - 那我就可以看到這張圖了 - 那 - 這個 - 你可以看到 - 那就是我圈起來的地方 - 因為它這個是REST for API - 所以 - 我把我的這個Cache的 - 或者是其他一些HTB header - 其他一些HTB header - 他到時候就會把這些東西傳給Browser - 所以 - Browser可以把這張圖Cache起來 - 之類的 - 或者是你從高況 - 你可以看Domain是CDN - 當然可能你這樣看 - 這樣 - 可以用自己的Domain - 然後 - 而且是經過所謂的CDN的Network - 那就非常快 - OK - 大概是這樣 - 就是說 - 它的 - 它的很多地方很細 - 就是說 - 像剛剛講的HTB header部分 - 它很細 - 所以 - 你在整合 - 跟你的這個網頁做整合的時候 - 像類似這樣 - 就會非常容易 - 而且彈性非常大 - 所以 - 就是說 - 欸 - 以 - 一開始 - 它的東西非常多 - 你可能就是 - 搞不清楚 - 你到底在幹嘛 - 然後 - 而且說 - 可能 - 要多課一點 - 稀做一點 - 才能夠漸漸把這個 - 這個服務可以掌握得很好 - 那我的建議就是 - 你可能就是 - 先從這個 - Management Console開始玩一玩 - 然後玩 - 比較熟了之後 - 再去 - 把它融入到你本來的 - 就是說 - 從本來的 - 整形的架構 - 改成 - 使用S3去儲存你的檔案的時候 - 最常見的就是 - 儲存 - User Generated的 - 的 - Data - 譬如說像這個 - 上傳照片 - 這是非常 - 常見的功能 - 那你就可以把它丟到 - 訊上門這樣子 - 它這個細節真的非常多 - 它這個細節真的非常多 - 它的Customer非常多 - 除非自己備載 - 對 - OK - 好 - 會PC組 - 會PC組 - 這樣 - 這樣 - 所以 - 以 - 以一個儲存服務來講 - 就是說 - 像 - Apple 它也有做 - 這個 iCloud儲存服務 - 像這個 - 像說 - Swapbox 其實 - Swapbox 其實 - 也是用 - S3 存它的檔案 - 然後 - iCloud - 前幾天 - 就是說 - 被人爆出來 - 也不能講爆出來 - 就是說 - 就是說它的SERVER是用網路 - 然後 - 這個 - 啊 - 不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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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 - 你在做一個 - 做一個網站 - 或做一個服務的時候 - 其實 - 現在會考慮的就是說 - 會 - 用別人已經做好的 - 基礎建設 - 譬如說 - 這個 - 比較不用擔心 - 那一個 - 卡通能獲獎服務的 - 會有什麼問題 - 就是說 - 因為都是由這些大小關聯負責 - 那 - 他們當然也是 - 比較寶藏 - 因為就是說 - 如果自己 - 譬如說自己 - 弄一個 storage - 然後自己寫檔案 - 剛開始看 - 當然是 - 比較便宜 - 然後 - 知道放在自己家 - 也很安心 - 而實際上 - 就是說 - 如果要達成 - 譬如說五個九個 - 這個 durability - 可能就 - 這樣子是不夠的 - 可能要兩個記憶法 - 然後 - 三個 - 三個 storage - 這樣之類的 - 所以說 - 講到這個 - 為什麼要把資料放在 - 這個 screen 上面 - 其實可以講非常多 - 正反的例子 - 那 - 我的想法是說 - 像其實現在 - 譬如說 - 使用者 - 上傳照片 - 如果他是 - 讓大家都可以看 - 其實我覺得 - 你就盡量用這種東西 - 盡量用這個 - 這個 - 一段一段的服務 - 去存 - 因為 - 你就不用擔心說 - 你就不用擔心說 - 這些東西放在自己家 - 如果壞掉 - 或者是 - 或者是 - 不見 - 你不用去反饒這些問題 - 因為這些問題都S3 - 幫你解釋 - S3的那個 - 的那個 - 非常高 - 它是 - 至少 - 至少 - 三個 - 至少 - 四分 - 然後三個 - 等一下說 - 所以它的 - 那個 - 相當的高 - 自己 - 沒有辦法 - 達到的水準 - OK - 嘿 - 另外有怎麼算 - 有的 - 我好像沒有 - 提上了 - 你 - 講得好 - 回去儲一下 - 呵 - 呵 - 這個 - 其實 - 呃 - 如果 - 如果 - 流量非常非常大的時候 - 其實 - 會超過這個 - 收回的錢 - 那 - 以我自己的經驗 - 我自己以前經營網站 - 的經驗 - 就是 - 呃 - 大概 - 因為我 - 我們之前的網站 - 流量沒有 - 沒有大到 - 譬如說 - 譬如說台灣前100 - 或者是世界前 - 一千 - 沒有那麼大 - 所以 - 它的收回都還 - 很微小 - 可是 - 可是 - 如果是 - 像 - 像 - 譬如說 - 世界前100名的網站的流量 - 其實用S3 - 就會比較不划算 - 因為你的流量費會太高 - 可是 - Facebook 也只有一個 - 或者 Twitter - 或者講 Twitter - 也只有一個 - 所以就是說 - 在那個程度之前 - 大家都不用擔心 - 就是說 - 流量沒有大到那個程度 - 它是有 - 流量經費的 - 就是說 - 它的 - 因為它是Restful的API - 所以它的 - 收回是 - Get - Put - 跟那個 - Put - Put - Post - Put - Post - 有收費 - 然後 - 每一個request - 我記得是 - 大概一千個request - 零點一塊 - 之類的 - 所以 - 但是流量大的時候 - 可能一個月幾百 - 幾百萬個request - 這樣子 - 這樣子 - 那個我想請問一下 - 那個我們之前 - 像 - 前一兩個 - 例如 - 記得 - 是有一個 - 一個 - AWS - 和 - 一個社會的工具網絡 - 對 - 那我們拿 - 那我們拿 - 對於這類的事情的話 - 對於一般的網站的架測 - 你會有什麼 - 定義嗎 - 如果還是要用那個作品的話 - 你要怎麼應付它 - 這個其實蠻多人都想問的 - 就是說 - 你都放在它上面 - 它刮掉怎麼辦 - 其實 - 呃 - 呃 - 呃 - 四月二十一號就是 - 那個 - 打明了 - 攻擊 - 而不是 - Sky面的攻擊 - 其實 - 其實 - 呃 - 就是說 - 大家 - 就是說你看看啊 - 這個網站 - 非常非常多網站都掛了 - 然後 - 其實 - 那個反省 - 我講反省 - 非常非常的多 - 大部分都是反省自己 - 我看 - 我全部看過 - 大部分都是反省自己 - 就是說 - AWS 掛掉沒有錯 - 呃 - 就是說 - 掛掉是它的錯 - 沒有錯 - 但是 - 你不能 - 把你的系統 - 全部放在同一個 -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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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只有这个所谓的跟EC2相关的有挂掉 比如说EC2,NMR,然后下面有RDS 然后其他的服务都是好 而且你如果点别的TAP 比如说EURO或者是HR或CV 都可以看到所有的服务全部都是好的 所以重点在于 你能不能够把你的系统设计成很快的 在别的MFG中或者是Region并且无照 那这个目标在一般的网站 是比较容易达到 可是如果是像Facebook或Twitter已经弄到那么大的时候 就比较不容易达到 因为资料的翻译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这个是问题 那其实有很多做法 就是说其实很多网站就是像Facebook就是这样 它有几百个开关 它可以控制就是说 这个功能只能写 不然只能读 不能写 你只能看 所以它可以比较容易达到 就是说我可以快速的翻译 用备份的资料做 先给你看 就是说 可是我跟你讲 我现在不能写 大概是这个做法 那这个做法是比较容易达到的 就是说 我平常只有在备份 备份资料 备份什么 备份什么 那如果 比如说 美东挂了 那我就马上在亚洲或者是Europe开机器 然后我读 原本 就是我备份的资料 可是我跟你讲 我现在是能够 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你能够做到 就是说 你可以保证你的资料是 Atomic 或者是那个 或者是Consist 那你可以 Full Feature 就是说我可以读写 只是我是在另一个region 马上复活起来 这样 Terminator 这样子 所以很快你就可以复活 所以 应该是说 就是说 呃 大家必须要有个关系 就是说 挂掉 是一定会挂的 没有挂的东西 没有不挂的东西 就是说你自己 自己买一个Storage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就是说一定会挂的 那你怎么样利用 Quad Confusing 很快速的 这个Resource 获得的能力 去把你的系统 提高你的Replay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的挑战是在于 所以我也很高兴 就是说 像他们这些网站 其实 他们都很清楚 重点是在于 自己并没有把系统 设计的可以很快速的领众 所以这我也还蛮欣慰的 就是说 其实当然就是会骂 但是 他们知道就是说 重点在于 能不能够做到 把系统 做成这样子 所以 这个 呃 我认为挑战是在的 但是就是说 他可以把这个风险降临 就看你要不要 看你要不要做 这样子 我接受这个问题 好 那如果大家在网站都做了这样的事情 那我看他力气度只有两个跟他生的 那所有人都把他instance开到另外一个跟他生的 因为 动漫的挂了 对 我再往西岸 西岸的容量够不够 大家跟我抄进去 如果不够的话 有什么别的选择 就可以开 Europe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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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没有看到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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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个chaps啊 好 Europe Ishara 是一句 对 其实 這我上次問過那個 他問說EC2資源競標 也就是說如果Instance打工大家都要的時候 它有這個競標的機制 你可以說我願意花一塊錢買一小時機器 你如果真的很怕你要不到機器 你可以放一小時我願意付一千塊美金 就可以保證你一定可以拿到機器 所以說它是非常有市場的機制的感覺 看有多少錢可以拿到機器 應該說生意腦筋動得很快 那如果這樣那麼早就不用急那個 還修我出來那邊的壓力 我看會越來越好 那如果大家就這樣講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那個是一個做法 那你還有一個叫做 Usever instance 就是說你是付年費 那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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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種購買的方式就是說它會 保留那個 Computing resource 這樣子 好 那大概這樣 大概這樣 還有什麼問題 大概時間差不多 這裡 reserve instance 它現在是有三種進入方式 大概這樣 OK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就 有問題 沒辦法 好時間到了 好 那我想喔如果大聲的對這個 Amazon的問題有很多的話 歡迎到那個 CloudTW 我們的 Mail list 可以來這邊問 然後我可以把漢克末來回答 甚至說你可以許願說我想 聽漢克末講一場專門的這樣子 好 好 在哪裡來講 好不好 不要講拗啦 我想拗 OKOK 好那我們就先休息個十分鐘 那接下來我們下場是那個由 Tom D 幫我們帶來做的題目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